没打一发的时候 你都会特别的注意听你的声音跟手感 因为当你心里有恐惧感的时候 你又还没压到那个极限值的时候 你会刻意去压它 反而你误触或者是你脱把 这反而会造成危险 大家好欢迎收看秒懂军事 我是志贤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枪支合法的国家 然后这也表示在美国的民众是可以打实弹的 我们这一集的来宾很特别的邀请到 一位在美国参加过很多实弹赛的选手 而且他也是位女性射击选手哦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谢启方 启方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叫谢启方 我是初学者想要接触射击竞赛的话 你会有哪些建议 以台湾现在这个现有情况的话 当然是以BB弹开始做练习 跟整个动作培训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因为毕竟他没有实弹的后着力 那从BB弹开始的话老少嫌疑 然后可以爸爸带小孩 或者是妈妈带小孩一起做训练 那相对于小孩子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大人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我之前也有就是因为采访计划 然后有接受过实弹的训练 但是那时候完全不熟悉相似 也是先从就是BB弹开始的 但尽管从BB弹开始 一开始还是会觉得有一些 就是紧张跟刺警小压力存在 所以是感觉他会有像登场 要后座力很大的感觉吗 还是声音的关系 纯粹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蛮陌生的 但后来开始就是熟悉空气墙之后 在接触实弹课程 我觉得在心理层面真的有 像你说就是不会一开始就觉得压力那么大 然后有经过一些熟练 所以在后来实弹的上手就觉得 心情调试上就还蛮比较舒适这样子 刚开始会特别的小心 因为他有时候会有卡弹啊或者是空包弹之类的一些情况发生 那就会每打一发的时候你都会特别的注意听你的声音跟手感 比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180度 如果我们以我们这一面墙作为我们的射击目标的话 所以在我们当我们射击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注意一些比赛规则 因为毕竟这是等于是关系到人的安全的一个考量嘛 毕竟整场比赛来说还是以安全性为最高的标准 记得之前在美国授训的时候 我自己啦就是在射击的时候很容易会预设就是枪有后座力这件事情 然后去进行就是压枪口的动作造成就是弹道偏掉 然后想请问就是老师在教课啊 或者是你的设置经验当中你是怎么样克服这样子的问题的 如果像女生那个学习的学生他们不建议的话 我会握着他们的手 然后他们的手等于是我去带动他们去做这个动作 去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板机是怎么作动的 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亲自去压 因为当你心里有恐惧感的时候 你又还没压到那个极限值的时候 你会刻意去压它反而你误触或者是你拖把这反而会造成危险 在射击训练当中除了这些就是精准度的练习之外 你还会做其他的练习来增加自己的运动表现吗 比赛前就是会在空地啊或者是在朋友家啊 我们就会一起就是练习所谓的dry fire 就是不上堂的情况下演练我们枪和瞄准的动作 跟换弹夹的动作 那我们一般练习的时候最早期练的时候就是里面全部都是没有子弹的情况 那后面他们我们就买那个空爆弹 它是专门培训或者是训练用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老师有参加过很多的竞赛 那想请你就是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USPSA的设计经验还有这个竞赛 它的竞赛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子 IDPA的话基本上是三个弹夹 弹夹数相对少 那USPSA你基本上就要准备六个弹夹 以我的那个组别我是原厂枪组 我不管是在IDPA还是USPSA都是打原厂枪 那以我那个组别而言的话 枪就是一样的设备是一样的 然后弹夹数量增加 那规则上的话最大的区别就是说 USPSA它的规则性 除了安全性的规则是一样之外 它你的打法跟你的走向 它没有一定的规定 就是随射手自己随意挑选 它会如何走 不像IDPA有的时候它会跟你说 要必须从一到二的把到三 都要按照顺序 或者是每个把打几枪 你都打几枪的话 会有违规的现象 那在打两个比赛的时候 会容易就是混淆或是自己 会因为就是打很多比赛 然后在规则上就是小小的遗漏吗 会会会像如果像习惯性打USPSA的话 然后我再打IDPA回来的时候 因为USPSA的话你是可以边走 或者是随意性的换弹夹 不像IDPA的话你必须要在 你的屏障后面换或者是你的弹夹 Release了之后必须是空的 那USPS完全没有 就你只要打到目标 所有该打的都打到 都有得分 然后速度是快的 这样就可以 老虚也打过BRAS的三枪赛 想请问三枪赛指的是什么 三枪的话就是手枪 步枪跟散弹枪 那三枪的话他比赛是他每一个stage 他一般来说就是各自 三种枪各自搭配 那可能说拿几个 就跟IDPA一样 他就说拿几个把 你必须要用手枪打 那拿几个把 你必须到哪里换 然后换成另外一把枪 近年来女性射手感觉有越来越多 有 从我一看刚开始进去 特别的小 尤其是亚洲女性 对 真的是那个微乎其微 他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女生 其实蛮适合女生的运动 我也真的觉得 对 就是女生相对来说 比较细心也比较稳一点 就不会那么急躁 所以相对来说 而且他也比较小心翼翼一点 所以交的时候 相对来说 除了一些比较激动之外 他可能不小心就 拿手枪就指向 但是一般来说 女生真的是比较好叫 有 有 我觉得这样子访谈下来 觉得齐芳是一个很 很稳定 然后不会急躁的人 很感谢 齐芳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然后跟我们分享 在国外参加 射击竞赛的经验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对于射击竞赛 或是军事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 要继续 要记得继续锁定 秒准军事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赛